人大代表 征求委員的意見 如何選擇在中國? 我們的市長是 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的 不是說你想當市長就當啊 市場的政府如何 擁有力量? 我們叫人民政府 政府前面人民兒子 要征求人大代表 征求委員的意見 另外呢 我們要向這個老百姓啊 進行公事 他們如何確認 人們的需要都合適? 以前人家說 那個小孩嫁人 都不敢嫁到這邊來 因為太窮了 做夢也沒想到 咱們農村人能住我們樓房 我能幫著你是嗎? 我現在是 缺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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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我們剛剛為老百姓 搞的一個足球公園 沿邊人願意踢足球 而且我們是足球之鄉 絕費貴嗎? 貴 我們體校的踢球也是免費的 要把環境保護好 跟老百姓的重養巨矛盾 他們有什麼想法 然後他們會做出來 跟我們當地的養殖戶 看好 怎麼樣做才會更好 因為人們可以揭替個事 故事和問題 所以將會有支援 分別的國家 站在現場上 成程中 是 benefits的 所以我們跟我們 看看 exchanges 好 跟它走 如何推測世界社會 timed Dimon 民族 會的 在面對 《中国兽兽》 《中国兽兽》 我们是连雪,几年都是中国幸福城市 创新的燃点要特别低 很好的一个环境 我让你创新愉快,我让你创业愉快 这个城市有人包容你 我们今天看到世纪的技术 在厚费,一城市最大的世界上 未听过的作品 我叫龙云峰 过去一直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 硕士博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过9年 中国抢局工作过7年 2017年年底到贺费来工作 现在是贺费市的市长 A non-local scientist turned mayor governing a city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s equal parts coincidental and inevitable back in the Han Dynasty those recommended by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s could rise to become officials from the Sui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put into practice and lasted into the late Qing As American historian Edward Crack wrote One of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has been the creation of her system of civi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and of the examinations served as the core of that system today the modern Chinese democratic system inherits traditional political wisdom and adapts it to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it breaks some of the invisible thresholds of wealth geography and origin that are common in western elections in an effort to ensure those with virtual talent achievement and public recognition stand out in an effort 50-2016年来 在安徽来 通灵挂旨 18年的元月 政府要换屆 所以当时省里面以后 给合肥提过一个要求 就是你合肥是一个 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 要选派一个 既懂管理 又懂科技 安徽省委组织部 就在全省范围内 就选干部 据说选的符合条件的干部 有那么厚一摞 共产党选干部是非常严格 我是个挂职干部 也并没有进入这个视野之内 是他们的广泛听取意见的过程一头 可能科学院有很知名的一个院士 他就推荐 他说你们去 同灵有一个从北京来挂职的 一开始就转到同灵去 同灵的上上下下干部的意见 完了同灵当时的书记是 其他干部的意见 另外组织考察 跟我也是几次的谈话 就从统灵就转到了核费来 一个挂职的一个干部 就认得是核费的常务扶持者 安徽历史上 我说可能是第一例 在18年3月 时间不是要到了吗 要回去了吗 在中间又是组织给你不断的鼓励呀 市长您有犹豫过吗 非常犹豫 是什么让您下定了决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我一个科技工作者嘛 如果说是能把科技成果 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一种技术 一种经济的发展 那肯定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最大的一个愿望 从人生上来说 还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价值 核费是一个任务非常重要 好多工作已经都往前推了 我说这个时候如果被拍屁股做人 我是自己舒服了 但是我心里面也是就放不下 好 那就留下了 很多政府的领导人 都在科技、工程、工程、 和这类型的选择选择选择 这个系统是关于 如何找到选择选择选择 很多资源 去到达新的领导 对吗 常务副市长 跟他们干了几年了 最后还是广泛的民主嘛 大家考察 听取一件决策 就是组织提名 提名完以后投票 确认你是个候选人 还要对全社会公布出去的 没有问题 才确定你是个提名人 后面才是到正式的环节里头 这意见到你能够 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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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什么 很重要的 我认为 这个系统 是不只是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系统 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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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学校 所以 你会选择选择 你去特别的学校 这个系统是准备他们,对吗? 大家接一段的花仙子 好吗 好吗 好 生日快乐 好 大家花财 我有时候去乡村 他们说你好像是市长 我说市长跟我很像 我的父母亲都是土师的农民 他们两位老人家都已经九十几岁 现在还会种菜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有 七八个人睡一个床的 人家床是横着睡的 我们可以数着睡的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环境 我们本身是从 全部的环境走出来 我们有责任 有意义 去改变这个现状 在中国 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工作在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在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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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的总统 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去选 我们的干部是一步一步上来的 就像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了 我们是全过程的民主 什么叫全过程 不是选举完这五年做完就没完 我们是连连都在做事 中国的市长最要平时的 扎扎实实的民意 没有平时的基础 你不肯了 你猫不出来 所以您觉得中国市长 首先是干出来的 我们要有学历党案 要有履历党案 还有业绩党案 你才有准路本坎 总统的总统 是一个非常好专业 正的公司 非常信任 非常信任 要保护到人的生活 的这些人 我非常感变 他在做工艺 和他做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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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他说 他非常有名的 和这些地方 和这些工作 和这些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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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是在這裡的尖邊州的州長 很尊重 所以,這位州長是非常尊重 尖邊州的州長 尖邊州的州長 你們知道沿邊州的州長 叫什麼名字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這我還不太清楚 洪慶嗎? 洪慶州長 原來沿濟市委書記 洪慶當了州長 您見過他嗎? 見過 洪慶州長以前 當副州長管農業前 就上過我們公司 見過一兩天了 但是全力支持我們現在沿邊足球的重慶振興 重慶州長非常關心我們這個州長 我們單位來了十多次 您作為人大代表 有給州長投過票嗎? 投過呀 今年一月份人大選舉的時候 我書生在低林的一個小城市 一開始是在學校當老師 我有的時候也回過頭來來想 我為什麼棄筆從政 我的父母都是體制內的 但是他們都反對 從父母的角度 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辛苦下去 但是我更希望呢 我能夠直接地為老百姓做點事 您怎麼看待年輕這個標籤? 壓力還是蠻大的 需要我跟我的團隊一起 把這個區域發展起來 通過我的年輕來帶動整個城市 和這個州的進一步的發展 在學校當中的選擇 成功 在學校當中的選擇 and democratic centralism to ensure the whole process is democratic. More specifically, candidates are subjected to analysis and research, proposals,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inspection, deliberation, and finally, a decision. They are then recommended to the Presidium of the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in the name 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nominated and voted for by the Congress before being elected. We are given the普通 他就会有竞选 拉票筹集资金 然后要去做演讲 中国的官员 是怎么样为自己赢得选票的 中国的官员 把他主要的精力 都放在经济发展 和社会民生了 最主要的还是 在你当政之后 如何为老百姓来服务的 您觉得中国现在的 选人用人制度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是合理的 或者说它有什么优势 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能够充分体现人民民主 这个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 它也要为人民负责任 国家是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就需要我们 国家要选出一批精明能干的干部 能够深入到一线 去为他们尽快地服务 他们都把自己的 所有的精力 全部投入到工作当中了 今天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 迎来八皇宾客 汇聚各族而言 共同庆祝 延连朝鲜投资的州 成立七十周圆 中国是原则是原则是原则 中国是原则是原则 你证明自己为负责任 你被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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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的人 不是一个负责任 不是一个负责任 你只是因为你会责任 你必须要检查你的身份 你必须要检查自己的身份 这位协责任 本身的联系 中央有公安的情侣 都可以就证明了 中央是总部 你会不会找到认识的认识和区域, 区域和区域和区域和区域 这些经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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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之前他们会提供到大厅的认识的认识 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个社会 它是这一步的运动 中国的维护政绩是确保有些人 所领导的需要 必須的 我就特别特别想踢 吃饭都不顾了 你跟男孩子一起踢球的时候 你害怕吗 没有 有的时候我就是一创 就能创造一个男孩子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想当一个教练 你想进国家队吗 想要证明女孩子可以踢球 我的小孙女提岁 就开始踢球 龙井体校组织的一个女主 她就参加了那个球队 学费贵吗 不贵 我们是义务教 我们体校踢球也是免费的 参加全国联赛的时候 也都是免费的 东山岛跟马尔大湖一样漂亮 我们有美丽的海湾 有碧岚的海水 有湾园的海岸 他曾经是一个荒岛 但是在50年代 我们的老县委书记 虎文昌先生 带领东山人民战胜了风沙 把沙岛变成了绿岛 现在我们的养殖 对出去一步步来规划 过去它的这种设施都是比较落后的 要把环境保护好跟老百姓的重养剧矛盾 我们通过召开座堂会 以自然村主为单位 开展讨论 半年时间做方案 做决策 形成共识 然后组织大家一起来进行养殖 种植的全面增改 全国所有的城市 环绕那么一个长江蕾域第四大户子 就只有我们一个城市 是所有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重要的自然资源 一定下定决心 一定是谁好 从哪里搬来的 我们从南非河来的 南非河是吗 为什么要搬来 他俩要搞这个互动 真日切日互动 那您去逛过潮湖吗 我家的潮湖 不逛过潮湖 潮湖始终微笑的 就在这 哪里的房子在哪 房子就是这种 这里 这里都是房子 原来这里都是房子 原来这里都是房子 都是房子 一路走来都是房子 潮湖以前污染严不严重 现在有没有变好 今天湖地他们说的 没什么湖地 过到这个 往上的南左洞 不定往上我们家 落来湖地 是飞地 这还会儿 我们这样控制会 平常这样控制会 进行 没什么湖地 我们叫人民政府 政府前面 人民儿子 所以权利是由人民赋予你的权利 所以要所有权利就是为老百姓办事 我要把这里面的政策 法律 全部研究透明 最符合法的要求 又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 我们每项事情 一方面 要征求人大代表 征求委员的意见 另外 我们要向老百姓 进行公示 让老百姓觉得 这些事 到底应不应该做 和国家的政策 总统 有些地方 人民公共共同 事实的 佳国 政府 人们的 法律 相对 民主 人们的 民主 这是 这就是中国的力量 沿边的无论是朝鲜族还是汉族 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成年人 都是非常喜欢足球的 足球呢也能给人一种凝聚力 您自己踢球吗 我也踢球 但是那都是时间前了 现在没有时间了 这也是我们刚刚为老百姓 搞的一个足球公园 沿边人愿意踢足球 而且我们是足球之乡 原来这块地儿是一片绿草 后来我们把这打造成 老百姓的体育休闲的广场 我们这个公园如果要是在外国 我觉得也是一流的 像这种老百姓之间的比赛每天都有 沿边朝鲜的自治州 社会中的氛围是很浓厚的 下班之后周六周日场地都是排满的 建设体育公园面对社会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都期待着终于这个地方可以建成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公园 我们根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老百姓的诉求 每年列入预算2000万元作为全民预约基金 我们每年都有州长辈 就是由州长出钱奖励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面对小学生 面对孩子的 不是说让他们将来成为某个球星 主要是通过孩子的兴趣爱好 来提高他们的体质 来提高他们彼此互相帮助的这样的团队精神 更主要的是把我们这种足球文化和足球精神 能够在我们自治中能够发扬下去 所以它并不是只是一场球场或一场球场 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一场兴趣的兴趣 比较为一场兴趣 这里的投资是为了人们兴奋 但并不是为了最高的表演 政府给你们打电话让你们换吗 是 政府打电话叫我们海池全部换掉 觉得政府有道理吗 有啊 这个环保比较好 原来只用了那种泡沫球 泡沫球差不多三年兽病 然后颗粒会氧化 散掉了 改造这种塑料浮球呢 它的兽病可以达到15年 那么当开始的时候老百姓也很多不会接受 因为要重新换一片他们要投入啊 但是我们政府出台了一个厉害的政策 叫以奖代补 早干的多奖 辞干的少奖 这些白色泡沫都在换 您家有换吗 自己都换了四五十万的泡沫 都是自己出钱吗 政府补一半 我们出一半就这样 这两年的变化挺大的 从去年政府对这些鱼排 还有塑料的浮球的改造 海的那个环境变得也好了 还有对鱼的那个成长 非常的有优越 这两年 日子有变好吗 如果把这些都换了 钱有赚更多吗 那您现在一年可以挣多少钱 一年就几十万嘛 挣辛苦钱 辛苦钱 所以如果我想要一个游客 多少钱需要我去复杂 一个人的话 你差不多换五十个 他们找到一个解决 这两个解决的水 和保护的海贸 不过只是说 我们决定的决定 你的生命是破坏 我们不在乎 那是一个财 财 财 增增的水 增增的质量 增增的质量 增增的货币 他们有什么想法 然后呢 会做出来跟我们当地的养殖户 就是探讨 怎么样做才会更好 比如说你这个海域 养什么鱼 政府都会去关注 鱼生病的怎么样处理 政府都会有些政策 政府都会有些政策 去找一些专家 来帮我们 这施工就是中间 制湖先制河 制河先制污 制污在岸上 你这个项目还有一点 试点性质的 最新的科学技术方法手段的应用 要加强 你可能学一两百亿的筹资 是不是 六百亿 一定是要求最佳的效益 你比如你把污泥收上来 装在袋子里头 这个泥实际是个宝贝 它是富含碳富含零 而我们不就是要这种化肥吗 你只有经济效益提升了 你这个方式方法 你才能推开 全国有多少的大江大河 要治理 国家层面上也是个难题 希望在潮湖的污泥处理这个环节 我们也能探索出这种路子 我是非常赞重 这种市场的想法 就是要资源化利用 就是宝贝 另外一个我建议 我只把污染超标的一部分清料 对 科学精准 精细化作业 主要是说你讲得很好 最科学的 最经济的 最有效的 集思广益 集取重志 我已经在这儿待了有将近15个月了 就是这个潮湖生态清淤试炼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您见面 您见面 从一片滩土 沼泽里到现在的工厂化的生产线 我们生态清淤也知 和非市政府综合治理潮湖的一个点 它是从内源上治理 从根上 年初的两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的比较多的 议案建议提案 就是如何把潮湖治理的更新 市里面固定的土地出让金 6.5% 集体 沾目运营潮湖治理 另外是财政资金 每年固定的比例 运营潮湖治理 这房子是政府分的吗 政府分的 政府分的 都不分的 新房子 都不分的 您花钱了吗 不花钱 一分钱都没花 花花钱 装销的 装销的 这个房子 妈也肯定是无声的 去年出台了 把好国打造成合肥最好名片 的一个实施意见 既个制定过程 更是广泛协商 广泛民主 每一个和每一个区域 都有什么问题 就是公众参与 专家弄证 一层一层的讨论 研讨 最后提交的政府常务会 来决策 给再上市委常会 会再来审定 从一开始起步 要做这件事情 来自于民意 到整个修订完善的过程 每一个环节 都是广泛协商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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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一起 给予声 给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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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以谈谈 他们有可能 给予议 这些人 有强大的力量 在手上 这些人 不只是 这些人 或这些人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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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寻找人 这些人 这些人 都会出现 这些人 这些人 都会出现 这些人 这些人 是 对你政府的行政行为 和你的连接行为 进行监督 集委是对党内的 他对党员的 专项的监督 你譬如中央巡视 一个巡视组住进来以后 两个月 他就收集线索 必须要一个答案 他正常也都是开的 是有报必查 把权力 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头 让你不能任性允权 当了两人半的集委书记 也抓了很多贪官 但是没有因为我的反复 老百姓反对我 包括跟我同级的官员 疏远我 而是他们都很维护我 因为我所打掉的是那些 真正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人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posts show that the Chinese public's trust in their government has remained above 90% for many years ranking first in the world I guess hearing from the people themselves is the best way to demonstrate the vitality of Chinese democracy What impressed me is just how high the level of approval has to be for them to be considered even close to a success you know he was talking about 60% is a failure 90% is what I generally aim for you know above 90% I'd be considered successful and if you apply that threshold standard to a lot of other political systems there'd be no candidates who would be considered successful from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ass the data that they set for themselves is just really really high it's not just people are satisfied with government but we see okay there's a new highway there's a new bridge there's a new industry there's a new technology people feel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well I think what we would say is that whole process democracy is people oriented everybody 注目 of the informal merch you know you know 兩個大棚都是 都是nel的 一個月可以賣多少钱啊 別逞 這還沒得了 一個月一個月一年已經到幾千塊錢 不如花 啥啦得給我花 你说干啥?吃喝拉拉碎得钱了 这不出啥钱 农民怎么想的 村集体怎么能够获利 我们公司能获得多大的利润 农庆州长当一开始发展前 也参加过我们讨论 当时他就提出来了 把特色产业作为强州的一个基础 我是州人大代表 我的提案也基于我经常到基层基地 和农户对接 看到了现象 我听到了声音 然后我写了一个提案 结果声音传达上去 又特别重视 我是政协委员 主要是为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这头几条还刚过我们反馈回来 整个园区油漆路 包括这个沾道 都是上千万的一个帮扶 政府帮扶给我们建立这么大的场方 我们也会有一些效率 会分红给老百姓 有口温暖 老百姓 有口温暖 不 有口温暖 不知道 没有这种 香港人 他们走上这样楼 这下面的地是沼泽地 是软弱地基 坐在这个工艺上面很巧妙 它架的地基是用了木头做片花 所以它相当是浮在沼泽地上面 它经历过很多次的地震 防止滚如泰山 古楼的修复保护 就像中医学上面的针灸方式 一个很精准地做好 但是又没有创伤 就像这种细节上面 每一个东西都做好了 要不然把功能再布局好 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了 住到差不多20岁左右 小时候的话 小孩子都是饭打完 就直接到大门口 一排一排 现在的话 被政府这样子一搞的话 大家都觉得生活都很好 像以前人家说 那个小孩嫁人 都不敢嫁到这边来 太穷了 所以现在是比起来比起来的呢 那些容易多了 太好了 现在当然是叫这边 对对对 对对对 一个是来调研 再一个就是看看能有什么事能帮到忙的 约在一起看看有什么想法 市里面能做点事吗 非常有幸的和大家见面 我们是两千年到合肥来的 目前加薰的最大客户应该是国家民航 我能帮着你什么 我现在是缺钱 因为这个产学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我就想着是政府能给我支持 这雷电监测是个特别难的事情 我来当常务的时候 他来找过我 一听 我还能听懂 把他信奉得不得了 到后面一喝 投了几千万 没钱了 干不下去了 我也没招 我就帮他找 找社会资本 我继续帮你 看着还是有进展 这个确实是个 与国与民有利的一个事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China are unique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have their own sets of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yet they all share one thing in common the need for local government to address people's most pressing issues Chinese democracy means working for the people and caring for the vulnerable 桑黄 is a brilliant 岩边耕地面积是非常少的 种水稻、玉米 是没办法发家致富的 都是山地 所以政府就要引导老百姓 从田间地头走出来 桑黄、木耳、人参 这都是我们岩边特有的 林下的植物 绝对不是强家农民身上 是让他们感受到 种这个是挣钱的 Sanghuang是一种普通的药物 用于癌症治疗 近年,政府的区域 组织的商huang专业 增加了很多药物的货币 56年龙文fang是一名的货币 我是本地八家子的 我来四年了 我们这是批评单位 我们的公司 就给我介绍这个药物 这就是开门、关门、放风 咱们这些普通人都能干嘛 这样的生活 像我们这样的经济来源 他们也会征求农民的意见 他们也会征求农民的意见 吃村货干嘛 就直接找农民 就开村民代表达会 直接就在那里提议了 提过什么意见 我只会就是多给我们分点红 我们就是实在人嘛 Liu is in fact a breast cancer survivor she couldn't handle heavy farm work and her partner has been bedridden for years but now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about 500 US dollars she has paid off the debts from her surgery and things are gradually improving for her I can't get her smile out of my head such positivity such looking at the brighter side of things because in the face of so much trouble and so much difficulty 她们爱土楼 吸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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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土楼 用土楼 之前没有整治过的是很乱的 政府这样子去规划整治的话 我是觉得是特别好 它没有破坏它的整个外貌 跟我们的武化 像我们做民宿嘛 整个规划建设 也都要先起立项 然后让政府这边来规划 他们去上会通过 但基本上政府的话就是 都会很支持我们 建筑是灵固的事 如果主楼这个建筑没有人居 它就没有灵魂 我们不主张 所以人都要牵人出去 只要有选择 它就是我们有情怀的守护者 我们鼓励他们 支持他们 It is a delicate balancing act between the maintenance of this ongoing culture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what impressed me was the the scale and the scope of the effort that they're putting in 罗市长 我这边有个小小的诉求 好 你请讲 我们目前在安徽这个合肥啊 没有一家非常好的医院 做这个规模化的应用 我的诉求呢就是 不知道罗市长可以用这个 可能方便就帮我们 向北城医院推荐一下 然后呢关心一下 看你们的产品一代一代更新啊 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欣慰啊 发展的很好 你刚才点到的那个医院 就是按照他们的程序走 我只能想念推荐 你要用好的 要用欧美嫁来的 你不能比别人贵一截啊 贵一截那就免说了 哈哈哈哈 17年的12月份 我们在实验室的第一块 小的样品做出来了 当时合肥市投门着800 的时候是 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时候我们才读研究生二年纪 800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哈 现在这一项钱需要 那是很大称量的钱 我们比较年轮导 你一定会看到 在美国政府特广 下国政府 提供的 utveck货 货货 货货 是很快的 在最近 现在 10万万人 这一个月的增加1万元 是初期贯 这一幅新一代的新的 新的国家 气货 它是新生的 精湾 复制政府和利益市场的价格 加上所有维护的维护队 今天我们聊天 我们已经专门了 我们本来就在对街的 又有罗斯兰 今天大了平台 咱们认识了 希望你在百邦之路 能够到清新互联 因为其他企业可能都去过 到清新互联调研一下 那我还没去 我一定到你那儿去 它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它是很明显的 它是一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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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ike Western democracy which is confined by term limits and partisan struggles and where politicians prioritize short-term gains over people's well-being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Chinese democracy functions as a blueprint that guides government officials every step of the way keeping them both grounded in the present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 市政府它是一片土壤 我们是长在这片土壤上的 一棵小树 河飞这一块的土壤 一定是最适合我们这样的 这种创新型技术的企业 大家都说河飞是 最牛的创头对不对 这个最牛的创头 不是这一两年的工作 它可能是近十几年 可能你这个企业 技术含量很高 我要投很多经费 你可能很长时间 才能有效益 但是你会带动 你整个产业链 我会支持 但是你会带动 你整个产业链 我会支持 我们一番业和业链 都是至少在十年之度上 在评判 看中的能成大树的坚定的支持 让它长成大树 所以只要我们肯定 启动 我们必须有未来有未来的 我们必须有未来的 功能 我们能够有未来的 未来的未来 一切都能够做政策一切 大事物能够成为 拨抗人生的智能和力量 对土楼的保护和活化 我们也走过很艰辛的路 一开始规划布局的时候 老百姓从自身居住的便利角度 同他们自己的空间的拓展角度 在跟我们规划上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有一些老百姓自己搭设了建筑 就必须要拆除 因为它破坏老祖宗留下的炎养 又造成了一些危险 这就除外他们生活的便利和极部的利益 我们坚持依靠群众 充满地利用群众的智慧 我们每家每户要派一个代表 经过了将近一百天的讨论 形成一些共识 把这些设计的方案和宴景 再交给老百姓去讨论 那我们也不是一下就干 我们先做几个试点 然后让老百姓来评判 结果我们做起来的试验 大家觉得很好 矛盾迎刃而解 其实真的政府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坚强后盾 我是98年从这边初中毕业 夫妻打工 07年回到我们土楼来 15年开了民宿之后 我正赶上了那个高峰期 生意非常好 然后呢就是赚了不了钱 之前在游水窑有三家民宿 第四家也正审批下来 也准备端修 哇 这么厉害 谢谢 她可能在中国在40年里做了四十年 所以这就显示了 多远备端修 这就显示了多远备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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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显示了多远备了 政府要当好公正的裁判 还要当好教练员 引导他们做得更好 下一步呢就是这些 整个村子要牵沟水沟 刚刚清清 体现我们古洛原来的历史风貌 就变成是我的理由资产 把我的文化遗产的保护 和我的理由产业 有机的结合起来 所以是中国的国家最维持的 现实的形式的形式 我必须说 这些议会与李文fang 给我们一开始的答案 我们已经花钱了吗? 这个房子我们自己花钱了吗? 没有 国家给平均户全给房子 给盖的楼房子 一般都给整好了 然后咱们就打个柜子就行 做梦也没想到 咱们农村人都住好楼房 做实在的 他们都对我们家特别关心 村里面要选个村委会什么的 您会去投票吗? 我去 我们都参加 您会投给什么样的干部 对我们好的干部呗 是不是 在那个拿着老百姓的钱 不办事的人 去单选干什么 那您觉得这样的人有吗? 现在有 现在没有 For her to be given free house is such a life-changing event I feel very happy that she's been able to change her circumstance with this job and improve and she is the embodiment of an idea Chinese poor are not that poor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还要把他们种植出来的产品 进行身价 我们会吸引工商资本 来建立企业 增加它的附加值 让老百姓能够挣更多的钱 挣稳定的钱 我们看到很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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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到未来 有明显的希望 有想去的地方吗? 有啊 要想上北京看看那天门呢 看出国企业多好啊 多壮观啊 看个大长城 这个我外婆 今年91岁了 她喜欢每天有这么多游客来吗? 会不会觉得很吵? 好啊 看她现在团团呢 团团好看她 她怎么看呢 她 nokia比较有扮 她在援饱 她在援饱 不会无聊 你是不断创造价值 不断地创造技术增量市场企业 你做得再大 政府都会支持你 鼓励你 这回归到根本就是 政府要保证 老百姓的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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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